把刚刚的这个范例 我们就是先把这个部分 本来用几个函数 把它转换成VBA 转换成VBA的好处就是说 其实你甚至不需要知道Column跟Raw 也不需要知道Index 当然MID在VBA里面是一样的 那我们就照同样的方法 这个Index其实有点像是用VBA的话 其实有点像是 我们在VBA常会用到叫Sales的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的话就指的是哪个储存格 把哪个储存格的资料搬到另外一个储存格里面 其实把哪一个储存格是要搬过来这个动作 其实我前面好像一直强调 其实就有点像复制 从哪里复制到哪里 那来源的话记得写在等号的后面 目的的话写在等号的前面 这样的话就帮我把资料Col过来了 OK那怎么写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我先DEMO一下 做完结果就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按下之后就把资料带过来 一个按钮按下就把资料清空了 大概就这样了 范围就从这边带过来 OK 然后清空的话就是清除 那怎么写 首先的话第一个我们一样切到VideoBasque 然后呢一样先把那个VideoBasque稍微缩小一点点 OK 习惯上浮在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呢首先的话呢 一样先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这个模组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OK 那模组里面理论上其实是空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就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Sub 比如说你就先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那这边的话当然我们写两个按钮 所以对应就两个Sub 那第一个Sub叫人事分栏好了 OK 人事分栏我现在按下去之后呢 它自动怎么样 自动帮我把资料带过来 所以Enter 好 那程式就写在这边 那至于要怎么写 一般习惯我为什么会把VBA 这个环境浮在上面 因为你可以稍微缩小一点点 然后左右移动看一下 我是希望把这个资料搬到这边来 把这个资料搬到它的右边 那每四个呢 放同一列 那如果四个到第五个 就把它放到下一列 每四个就再换下一列 规则大概知道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 首先当然我可以 我刚刚有提过有一个概念 就是那个 怎么复制资料 比如说我想要做一件事情 把什么 把这个储存格资料的复制到这里 那这个储存格 把它放在后面 来源写后面 然后目的写前面 所以目的就在这里 这里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Range 你可以用Sales 不过我是建议 因为我们如果有很多范围 通常会跑回圈 那回圈的话 通常会用Sales 所以前面的话 你可以假设 我先写 先试试看 先搬译 先复制一个 Sales哪一个储存格 这个在第二列 的哪一栏呢 D栏 D栏 D栏当然你除了用D之外 你可以用4 后面加个等号 等号的话就是来源 来源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它 按确定 等于来源 我的资料来源从这边 那这边的话 当然你可以用Range Range B2 或者是你用Sales的话 其实跟这个很像 Sales 我的来源的话 就是写成什么 Range Sales 第二列 的第几栏呢 当然你可以用第二栏 或者是你可以用B栏 两个方法都可以 好 如果你写完这样的话 其实你把它执行 你可以看一下 有没有 他call一个过来 那下一个的话 不就是怎么样 不就是再call一个 下一个的话 就是call这一个 那这个的话 是变成说 如果以这边来看 应该是第五栏 当然如果你 你们可以这样推敲 这是第五栏 不过我们这样 干脆把这一行复制 当然你将来不要傻傻的 用这样一直复制下去 其实跑个回圈就可以了 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第五栏 那call什么呢 call B 的应该是第三列 所以这边改成3就可以了 那把他向 再移 第二个就过来 那一此类一推 所以呢 如果假设 我希望能够 下一个 下一个公号 公号不就把这边改成 改成 目的 应该变成第六栏 F栏 来源的话变成第四列 所以在执行 你会发现 他就一个个帮我搬过来了 所以呢 假如说我要通通搬的话 那我只要跟他讲什么 你就是 但是 这个 列数的话 都一样 第二列 四个 然后呢 再换下一列 所以 其实你可以在 下一列的话 就第三列 所以其实 如果假设要把上面 上面的程式改写的话 你可以想到 这两个数字都要变 先第二 然后呢 它的范围一定是什么 所以是把它 这边第二列 那这边应该是第七栏的 然后这应该是第五列的 那就跑完 如果执行的话 它就会 跑完 1234 放在1234 放在1234 再来换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呢 当然就变成什么 把这个再call一下 那不是叫你这样改 这样变成什么 下一列就是第三列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呢 当然 要把它改成三 第三列 蓝的话都一样 那来源的话呢 这边有 六七八九十 有没有 六七八九 那如果再执行的话 你会发现 下一个就ok了 可是你想说 老师那是不是说 有八个人 那是不是说 我就是 把它复制贴上八次 那不就可以什么 全部通通都过来了 可是问题 如果你真的这样写程式执行 那也是ok 可是问题 如果质量更多 那就没有人这样做 可是问题要怎么做 那各位可以看到 前面这个数字 它理论上是四个 然后呢 比如说 先从二开始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写 for i 前面是列 等于第几列 第二列 到第几列呢 因为我要这样 这边写的话 是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一直都应该到第九列吧 因为有八个人吧 到第九列 所以呢 我们i 表 就是要 变动的话 应该是第二列到第九列 所以以后如果假设 你要把资料复制 纵向变成横向是蓝的话 你可以先指定什么 先跟他讲说 我的列是从输出的地方 第二列到第九列 那我 再来就是 for j j 指的是蓝 第几蓝到第几蓝 后面这个数字 4567 所以呢 for j 等于什么呢 从第四蓝 到第六蓝 之间做变动 一样enter两下 打一个nest OK 那记得内回圈跟外回圈 中间呢 那一样要加一个tab 让他下一阶 意思是说呢 我外面这个是从 从第二列到第九列 蓝的话是从 第四蓝到 第六蓝 那做什么呢 帮我把里面的储存格 位置 所以 for i 指的是他哪一列 for j 指的是哪一蓝 那跟他指定 所以里面的话 你就直接指定 i 第i列的 第J蓝 就可以了 那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现在框起来这个范围 也就是说呢 我在这个范围里面 帮我执行 所以他会执行几次呢 总共 1234 4乘8 所以32次 32个储存格 那32个储存格 我要丢什么资料 丢什么资料的话呢 其实就是在后面加一个等号 那再来 问题比较大的就是这个 这个 他其实基本上就是 一样是逼蓝 所以逼蓝 不变嘛 所以你其实可以拿这个来改 拿第一个来改 这个 他理论上 来源都是从逼蓝 可是问题 如果你现在执行会怎么样 你会发现 他会变成像这样子 全部都是去抓什么呢 抓入职时间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 基本上没动 都是逼二 所以变成说他每一次都抓逼 不对啊 我们希望是什么 希望是 每 增加一个储存格 这个后面的数字就加1 那他初始值是多少 初始值是2 我希望他复制一个之后呢 就帮我把2的数字加1 穿回去 诶 其实这个地方 我想了一下 他还有很多写法 想到 之前好像有写过 这上面这几行可以把它先铸解掉 这个先不要删掉 这个只是示意给各位看一下 那其实我之前有跟各位讲过 如果假设他初始值是2的话 我可以增加一个变数叫k k等于2 那也就是说 我把这个k放在原来2的位置 也就是说他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呢 他会放在这个位置 那下一次 来源这边 他第一次会先抓这个资料 可是当他抓一个资料之后 往下一次 下一次的话呢 把k的列 其实k的指的是 他来源是在哪一列 第一次是2 那下一个应该是3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好像前面有写过类似的 我们可以在k使用过一次之后 后面加一个k等于k加1 什么意思呢 我存回去 假设我先抓这个 先从 他k原来是2 然后抓一个之后的下一行 就是把k的数字加1 存回去 那变成3了 那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下一个抓的话 那就抓这个姓名 把它放在这里 再下一个功耗再抓到这里 那不就符合我们要的吗 所以喔 其实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k等于2 预设值等于2开始喔 然后呢 每丢一个资料之后呢 就帮我把它加1 换下一列的意思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 假设我把这个范围的资料先 先delete掉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因为现在执行太快了 其实程式不多 两个回圈 for i for j 然后一行是把资料复制过来 再增加一个k的变数 初子值等于2 指的是说 先从这一列 这一列的话是第二列 这一列的这个资料先call call过来嘛 call的来源放在后面 然后换下一个 储存格的话呢 就是再抓下一个 那等于是3 ok 好 那程式写完之后 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 我把它拉过来这边好了 那这样看会比较清楚 所以这边执行 当然执行喔 速度太快了 一下就ok了 执行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结果 结果opok呢 入职时间 这边 你会发现喔 诶 好像 这边 入职时间对了 姓名也对了 功耗 再来的话 应该是 内部号码 诶 可是问题奇怪 为什么内部号码没有 这个 啊 他跑到这里来 所以理论上 为什么呢 哦 原来我们应该是 在输出资料的时候 其实应该是 看一下 四五六 哦 这边写错了 应该是 蓝的话 四五六嘛 少一个七 所以应该是四到七才对 不然的话 他会少一蓝 四五六七 ok 那再执行一下 各位看一下 好 那你可以发现 他就很快的可以怎么样 帮我把资料 先 从哪一列呢 从第二列 跑四次 四五六七 换到下一列 第三列 四五六七 ok 那这样的话 已经完成 就跟之前做 函数的方式一样 程式其实不多 基本上 就是 两个回圈 加资料复制 再加个k 那最后呢 不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我希望 把帽后 前面这些资料 包含帽后 delete掉 那做法 其实跟那个mid很像 你可以在这边 因为 VPA的mid 跟Excel的mid 几乎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呢 先给文字 原来的资料在这边 然后逗点 逗点的话 是从第几个字开始抓 那我们前面的做法是直接去抓什么 栏位名称 栏位名称在这边 所以哦 你可以跟他讲说 哦 你帮我算一下里面有几个字 里面有几个字的话 那我可以用什么 用LEN 所以我这边的话 可以用 LEN 所以 这边的话呢 我把它 拉宽一点点 算一下 就LEN 钱瓜阿胡 然后这个储存格的位置 应该是哪一个 Sales 豆点 瓜阿胡 第几列一定是第一列 算的话一定是只算第一列 不能算第二列 豆点哪一栏 那当然呢 现在我们是用D栏 可是不对啊 下一个应该会 假设他下一个应该会是 用E栏 所以你不能用固定的 所以怎么办呢 跟各位讲一下 因为他哪一栏的话 其实跟J很有关系 第几栏 所以呢 其实这边J D的那个文字栏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J 那指的就是说呢 你假设你是在第四栏 就是D栏的话 那你就直接帮我抓 第四栏的这个栏文名称 帮我算一下它几个字 一样 我们要从抓到这个1234的下一个字 再下一个 等于是加多少呢 等于是加2 OK 冒号 跟下一个字 所以加2 好 那一样的豆点 上个礼拜我有讲过 它几个字呢 后面全要的话99 OK 后瓜糊一下 那理论上 我们程式就写完了 那逻辑跟上个礼拜的一模一样 OK 所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这样就OK了 这边有错误 看一下 如果说假设你们将来执行发生错误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它会显示说 形态不符 形态为什么不符 哦 我们看一下 理论上它会跟我们讲说 这一行有出错 那可以看到了 其实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要把加2 应该是写在那个LEN的外面 结果把它写在里面了 所以这个地方 一看就知道是出错了 OK 所以记得哦 算完几个字之后 下两个字的位置 OK 那理论上这样就OK了 执行一下 好 那你会发现最后结果 OK 就符合我们要的 不过最后还有一个地方 不是OK 因为我们刚刚这个宽度太长了 所以呢我们有把它调整比较宽 可是呢 如果你要手动再去调 便你要再选四栏 然后呢中间任何一条线快点两下 那这个叫AutoFits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希望哦 VPA可不可以顺便帮我做 当然可以啦 你最后在这个程式 End Sub的上面这边写一个 栏宽自动调整叫什么 栏的物件叫COLUMNS COLUMNS 哪一栏呢 帮我从D栏 冒号到驱栏 哪一栏到哪一栏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叙述 后面加一个点 点什么呢 自动调整Auto 如果你加一个Auto的话 自动呢 后面加一个Fit FIT 也就是说呢 在栏的这个物件里面 有一个方法叫AutoFit 当然我是建议你打字 或打小写 那怎么知道你字没拼错 你如果把这个程式移到下一行 或者上一行 反正不要放这一行 如果首次有变大的话 那表示你字没拼错 我们移开看一下 你会发现C变大了 A跟F变大了 如果字有变大 那表示你程式没写错 那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 你会发现 它就会自动的把 这四行自动调整宽度 OK 那请各位讯讯看好了 程式其实不多 但是每一行都很重要 程式最后做完 应该在云端白板上面 应该也有吧 325 你们可以看一下 应该就是这边 我两个解法 你可以看一下解法1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325 仍是芬兰的这一个 里面的第9页地方 OK 那请各位先试着做做看